我要拿一本獎益 這本獎益你帶回家 你需要找到我 我已經帶回家了 第一節就帶回家 第一節就帶回家 你被我帶回家 然後我再大概說明一下 這個暑假的食堂 這個意義 因為 因為陸續開始 這個 你幫我 今天下午要放到 就做一下 就是火氣零雲的過的檔 你就把公表拍一拍 好簡單 那這個暑假開始 有陸陸續續一些活動 大家先說明一下 波生你開始錄了嗎 好 那首先 7月底以前你錄了三天 物理教育年會 在8月20號 20到22號 在這個淡加大學舉辦 那你如果有報名的同學 那你如果有報名的同學 你7月31號以前要交PDF檔 他要給我改 海報檔摩板 這些東西如果需要 我還記得 其他同學 如果你沒事的話 我也建議你去報名去看一下 因為他有全國 高中生的海報檢查 你看一下跟你一樣的 年紀的高中生 他已經可以去接Post 你去看一下 還有全國物理系的教授都會去 那時候就最好認識教授的時候 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去 而且他的晚宴 交五百塊就可以去吃飯 晚宴就是跟一堆教授坐在一起吃飯 誒 物理教育年會 全國國展是下禮拜在建宗舉辦 下禮拜 老師也會出席 老師全程出席 老師是新北市的水門教授 我會學 新北市的團隊 五六十人 團隊 下禮拜是在建國中學 建國中學有 全國國展 要去看的同學也歡迎 那8月20號 到22號是物理教育典會 如果有穿一家的同學 31號以前 你要寄海報模板給我 海報模板的話 這個 就是我要幫你改一改 才能上傳 所以今天 有幾件好消息 然後另外一件好消息就是 聖文吳國珍 他去中原大學合作 中原大學教授 其實把他們派到 台大物理實驗室 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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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十堂都跟各位很有名 因為剛剛要做的是 二維材料傳輸的文法 還有一維材料 所以你看 馬上就用到最新的 啊你不能到現場 再問什麼是減血運動 他會覺得 天啊 你超級的 你放工物理的減血運動 不知道 好 為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暑假 這十堂課的用意就是 快速帶大家看過 所有的 包工物理工資 然後快速的 掃過一些重要的推導 然後呢 有些 重要的一些 比較簡單的量產力學 如果我講到各位 你如果需要這一本的PPM檔 跟我講 我可以 啊 這個印好紙本 你不要留在這邊 因為這個紙本 是用紙本機內的 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 剛剛西大 張玉山教授 跟我電話 就是我們那個節能計畫 7月24號要回報 就是 各位可以在那邊上課 就是你們的計畫 計畫 每張支付一大堆費用 啊 這個計畫呢 老師已經錄了12支影片 上載Youtube 所以你如果訂定我的頻道的同學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上面所有的影片 然後呢 剛好呢 結果他對於我們這個計畫 整年增加非常好 然後有些要加強 他也告訴我 那好消息 好 來 來 第一件事情 麻煩現在大家 這個FB 幫我加一下 我的FB 你在座的同學 都先加一下 搞半天 我是誰 搞清楚 加一下 好 然後加一下之後 麻煩要連到我的FB 裡面 裡面有個 這個 公園 呃 教什麼 創意不能沒有你那個 淫進在 趕快進去按讚 不是按讚而已 要進去投票 投我們的高中物理實驗 物理大進行 就是各位量子力學 這一個課程 我們已經獲得入選 現在正在決賽 7月20號到7月30號 網路上的配分占10% 那這個每天都可以投一票 所以各位有教育雲的帳號 有沒有教育雲的帳號 教育雲 如果沒有教育雲的帳號 那就正確 然後登入之後就可以投票 用你的帳號投票 好 我們的題目是高中物理實驗 第十三角 雲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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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都錄好了 啊 馬上去投票一下 啊 在座的各位同學 我要求你們 每天投一票 好不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們 不可能第一名啦 第一名一三四百票 我們現在才十票而已 這不可能 那個小學 小學要動員全校就投票 那不可能 我的意思是 我們只要有一百票就好 有沒有 我們不要當最後電敵 我們也不要當前面 我們就中間就好 有沒有 啊 因為百分之九十是裡面的內容 所以 好 目標是一百票 好不好 所以現在老師就開始配票一下 每一位同學每天去投一票 好不好 所以你要先連到我的FB 我的FB裡面就拖那個連結 好不好 你連進來之後 這個 因為老師FB是開放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加好一個 你直接連進去 就可以去投票 有沒有 啊 投票每天按一票 那 如果每一天都有市集會同學按一票 這樣子就會有一百票 這樣就好 好不好 啊 這個也是各位同學的貢獻 因為你們上學期也一起錄影 這個影片都有各位的蹤跡 所以我們就這樣 這件事這樣就應該就 KPM 好 這裡是一個成果啊 至少決賽要得名嘛 決賽他只會有減五名 所以二十個裡面票五個 所以你那個網路的票 有一百票之後 至少 才有個 才有個探討啊 要不然那個可能多千五個都沒有 啊 這個也是捷的計畫才過之一 沒有 大家有沒有收到訊息 好 然後再來還沒有加入羅倫之類的 這個 等一下到這集那邊報告 這集訪問邀請進來 其實有些聽眾 覺得還沒有加入羅倫之類的 就是以後上課的訊息 我就直接拋在羅倫之類的 這樣比較不會miss掉 因為下禮拜就是國際科展 下禮拜就是全國科展 所以下禮拜我們會挺民眾 再來就是下禮拜二四早 這樣這些訊息OK嗎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改正擦掉了 今天下午老師要去中年月營講 講那個我們的計算 跟整個阿 有多一點計算 今天大概要教這個 第七張 大概到第十張左右 高熱下毒 上個禮拜講的簡單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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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好 我們要講這個節能物理能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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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能量轉換 好 三個禮拜講了這個上次課講的減血運動 一個物體的元周運動 這樣子跑 跑一圈跑 那元周運動這樣跑一圈 那減血運動 減血運動 跟元周運動的關係 減血運動 就是 一圍投影 元周運動的話 你把它的全部寫出來 這是R 所以我們上次寫到這個 阿賽斯塔 阿賽 阿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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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元周運動 那我們對它微分之後 VSDY 那基本上就是 對它微分 那對它微分 就是對T微分 對菩薩 微分就是復散 再拉一個阿曹 所以復阿 阿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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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第三個 所以這是第三個 那這個 這個散的微分 會變可散 所以再拉一個 我們打出來 阿阿曹 加的可散 這是第四個 那加速度的話 就AX AY AX AY AX AY 再對阿微分 散的微分 會變可散 再拉一個 所以會變 阿阿曹 可散 這第五個 那AY的話 對它微分 一樣 這裡就會變散 所以都是復勞 好 所以這個是上次上課上到的圓周運動 好 圓周運動部分目前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那減前運動是什麼呢 所以這邊 這邊 這個 目前這裡是等數 育圓周運動 所以等數育圓周運動目前到這部分 好 那減前運動是 那減前運動是 SHS 減前運動 減前運動 減前運動跟他的關係是什麼呢 好 減前運動的圖像 就是 這個 你拉一個彈簧 左右 拉一個正直 給他 結果他左右這樣震盪 左右這樣震盪 這是減前運動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是一維的 這是二維的 所以 減前運動跟圓周運動 最大差別就是什麼呢 你只要把他的一維R 把它提出來 他其實就是R 可算LN加T 然後這邊的VX 你也把它提出來 那這裡就是 不R 上來LN加T 那這邊AX 你把它提出來 好 不好 好 所以我這裡有NB4表示 所以大家看一下 圓周運動跟減前運動 其他怎麼樣 非常相似 對不對 只不過這邊一維R 比較出來而已 所以你學減前 一定要會圓周 對吧 因為他是他的一維R 那既然他是這樣震 左右這樣震 所以這個 兩邊這個當然就是 端點 那上面這個 我可以把它標一下 假設這叫A點 O點 B點 他就是在這個 兩個端點 他就是中心點這樣震盪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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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個就叫震 這個就叫震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目前這個case的話 我這個R就是R 這是他的震盒 對不對 那我的B點 最大值就是R 我們看 對不對 那我A的最大值 就是R 我們看 這個是最大值 好 這個都是最大值 你看 好 那前面還沒接到 怎麼會接到 所以你看 這些東西都有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 相親力寫出來 好 所以下信力 M&A R 3 3 4 4 5 這樣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我以前啊 不行 所以各位的高中目的 要怎麼念 不行 這個 就看各位 好 不過 我的理解 還是 你最好先把高中目的 先快速少過一次 好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很多事情 好 要不然否則的話 你學起來都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觀念 高二上跟高三 都是相同的 比如說 等一下 我就會用這個 簡潔運動 我去解很多的問題 相親力我也去解很多的問題 好 各位就看到這個相似性 好 這個公式是相親力的公式 這個大家常常用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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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超 超 簡潔運動 好 提到這個 剛剛同學可能 這個還沒聽到 你如果還沒加入老是 FB好友 趕快加入 好 你這樣錄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把老是 這個 這幾個月發的貼文 我還不少 其實老是把很多的 影片連結都放上去 比如說 老師的網站上面 已經有 微分方程怎麼解 解 微分方程 解 已經拖上去 有錄音檔 有錄音檔 上面都有字幕 也有講義 好 所以你可以 就好像看YouTube而已 要這樣 學習一遍 好 那因為有錄音檔 所以可以反覆的觀看 還有 蘭梯剛教授的量子力學獎 量子力學的演講 也PO上去 好 不過他的檔案 我是穿出來 抖到心背 好 因為 字幕還沒有上 所以我就沒有完全PO上去 所以只是有 YouTube上面有檔案 你可以看 所以有一些 各位要做 一些尖端基礎研究了 你必須要大量的看一些影片 影片檔案 反覆的看 像微分方程 這個就是 最好有功能上去 因為影片就是 二十幾個小時 你如果反覆多看幾遍 對不對 看完之後 看不懂再看再看 那講義也有 那有影片有講義 你不斷反覆多看 你會這樣 你應該就可以達到一個進階 可以嗎 那這個進階 其實各位 這個 大家有多機會 能更上一層 現在 已經很多 這個專家教授 開始在 在 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推增要二月 為什麼推增不能是八月九月 有什麼 就是大家都是一樣 七月在開始 所有的考試啟動 然後再來 推測申請 那些 一起 有什麼意思嗎 特殊選擇也是 現在慢慢有這種聲音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你們三年的課程 沒有辦法完整學習 很多人到學廁 高山上 就像現在的高山同學 他就面臨到兩種想法 我要不要準備練考 直考 你要 那我就是 準備學廁 學廁只考到高二了 聽得懂嗎 高山不考 所以他就瘋狂的練高一高二高 他希望學廁一口氣考好就什麼 導致他高三的時候還是在練高二 高三就放掉了 那什麼時候他才開始練高三呢 所以他學生考完畢了一下 背後要跑學廁所 那時候已經二三月了 懂嗎 那這種作戰方式 在我看來是極其不聰明的 而且很愚蠢 你是被結果決定的 就好像你今天要去找一家公司 你是要先去看結果 才決定你要不要去 是不是很奇怪 邏輯上是很奇怪 你應該是看好這家公司的前景 什麼你才去 一開始薪水怎麼樣 不廣 是不是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各位同學 希望念台經教程 這些施打這些好學校 那你勢必要投資自己 所以投資自己的意思就是有機會 就趕快 像土板一樣 抓到就趕快把握住 把握住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還是 直考 重準備 大方向全方面 這樣的話 你不管以後要做任何的考試 你都可以考 就算是要考學生 你們這一屆有沒有決策 有 有 有 學生 有沒有 有喔 最後一屆 完蛋了 那你們就會遇到百分之二十三次的重考 這樣 我們沒有不錯 就是他們現在包穿越界 他們一定會有一半床不好 每年都有一半床不好 每年都有一半床不好 那些都不好 那些都不好 那底面可能就會很高 比例 就能夠重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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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看 你面對的是一些 全部都念過 也都會過 早點 早點 好 那上個禮拜 我們研究運動 推導完了 那現在檢學運動 也推導完 那我們今天 開始利用 檢學運動 還有援助運動 要推導 大量的路 這兩個都是一個例子 那應該A已經知道 A就是 R Omega 所以 也是T 0 4 R R 還是B0 這個要靠各位 因為我們在這邊 已經可以倒出來 你看 這個A就是它的證物 所以 A的證物 在這邊 看出 R Omega 那剩下的一些 等數率的狀況 B 等 T R B Omega Omega 你再有這些訊息 再把它帶進去 所以 基本上 你就對圓中運動 簡協運動 會有一個 充目的認識 那這些 這是基本法 因為有了這些之後 我要來推導一些 新的物理 好 比如說 我現在馬上就用 圓中運動 來推導 我們星級的運動 星球 克普勒三大行進 命運 所以如果我們 考慮到星球的運動 好 我們現在馬上都會用到 星球的運動大概是高二下 大概是第八章 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 像地球照太陽 好 好 近視看成一個圓中運動 近視看成一個圓中運動 好 好 那這個因為是星球等級 地球 太陽 所以這個距離都很大 好 那他在 在繞的過程 你想想看 我們會希望知道什麼訊息 你看 我們生活在地球 人類探討這個宇宙 探討這麼久 我們會希望知道什麼 第一個 我們會希望知道B 對不對 第二個 我們會希望知道周期 軌道半徑 對不對 或者是角速度 這些訊息 還有 當我星球 如果 有另外一顆星球 好 另外一顆星球 M2 他們之間的周期 有沒有一些關係 好 我會希望知道這些訊息 對不對 好 所以 顧你之意 那我就是要了解他 牛頓時代 他的萬元引力 基本上 是解不出來 因為他們只有解到象星地獎 所以牛頓時代的FC 這個是有解出來的 可是他的萬元引力 牛頓時代的這個東西 是有寫出來的 可是他的萬元引力 沒有寫出來 那 你看 那 劉頓當時Focus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很奇怪 你看R 越大 引力越大 引力越大 好像違背直覺 你輪胎越遠的話 應該是越小 關鍵是這裡有個周期 對不對 所以周期換不掉 那 中期這種東西 隨便你知道 像地球365天 對不對 動動都幾百天 甚至有些是七十年 那 這個東西 你就沒譜了 還好 剛剛寫了一個天文學家 叫蒂古 蒂古 蒂古做了大量的量測 那他的助手就是Kaebler 後來Kaebler 就繼承了那個 所有的螢幕培訊 那他繼承下來之後 他就把它整理出來 就得到克普勒的三大定義 我先問一下各位 周期跟半徑的關係 假設周期越大 你是不是會覺得他越遠 對不對 然後半徑越大 時間越久 周期越大 所以這個越大 然後越大 周期越大 好接下來你就會問 他會不會是正比 你覺得會不會正比 正比是很冒大風險 比如說你的物理成績 跟你念的時數成正比 那這樣是什麼意思 一小時一分 兩小時就兩分嗎 一百小時就一百分 這叫正比 正比是最難的對不對 不太可能 所以任何物理現象 要完全正比是很難的 可是你這個越大 這個越大 這個越大 那這個中間之間 有沒有一些關係 好這就是 Cable他們要做的 結果他們做了什麼 結果他們發現 誒 他發現R跟三四方 處於周期的方式電子 好他發現 這是他天文的觀測 所以你看牛頓 就發現了這裡 喔 廣告半天 第一名方分之1 可以寫成R3 方分之K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帶進去 因為我想算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 看起來只跟大M小M有關係 對不對 還有距離 是吧 那你這裡還寫了什麼周期那些 那都是不直覺的東西 我要非常直覺 所以他的FC 他就把它 四拍平方 MR 他請你低平方 低平方分之1 他把換成R3方分之K 可以嗎 R3方分之K 所以你約一下 是不是R平方分之 四拍平方 K 在上面 對不對 是不是開啟有點道理 R3方 這個在萬有引力 開始做之前 那個 虎客 虎客就 宣稱他發現 萬有引力 定律是R4方 那牛頓就很神奇 那你公司拿出來開 他說沒有 我直覺就是R3方分之K 正名罵我家 沒有 那虎客也問牛頓啊 那你有沒有正名啊 拿出來找找 牛頓說有 我找就寫好 結果他回去找找不到 因為他如果看年前寫 那虎客就說 啊你也沒有啊 那你說我沒有 你也沒有 那牛頓這個人不服輸 牛頓這個人是不服輸的 沒有關係 我再重寫一次 懂不懂 因為他的稿子不見 所以被虎客這樣一刺激喔 就再重寫一次 所以才有自然神學而言 那一陣套 那一次再重寫 所以那 完完真正把萬有引力 推倒出來 裡面都要用危機 那邊推倒出來 所以我這邊簡單摘入 他的想法就是 你看 你看喔 下星帝我已經點K成這樣 其中這個K 這個K是因為繞太R 關係的 所以他其實 這個K啊 跟這個大I是成正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係數 那我可以把這個大I提出來 然後其他長處丟進去 所以 萬有引力就出來 所以這個 你這個 Gm 就會等於四代皮包 K 所以你這個 這個K 就等於 Gm 四代皮包 好 所以萬有引力就非常出來 這個 就是萬有引力就非常出來 故事 好 到目前為止 OK嗎 好 那一開始那個 Tip of Kong 跟這個R3 Kong 雙數據整理出來 數據 完全是數據 他們都數據整理 所以我說牛頓很厲害的地方 就在這裡 因為他解決不了中期的問題 這件事情 你沒辦法拆啊 物理一直沒辦法拆啊 一定要有人做給你看 而且做這種中期的 一定是一整輩子的事情 甚至要兩個輩子的事情 地骨一輩子 天骨一輩子 你看你看你跟我們翻車 你要看 你至少所有星球 所有物質要一年吧 對不對 啊你也需要再一年 再verify 試試這樣 對不對 所以動不動都十年 都十年 好 那個 錄影機看一下 那個 鏡頭有嗎 郭忍 來 來 看一下 這邊 拍到 然後 鞋的電腦 那你稍微轉一下 對 好 好 所以R34 所以T平方點 CAMP的第三定律 第三行業定律 就是因為這跨時代的貢獻 他把它放進來 他才能推倒出萬元運 所以聽說牛頓推倒出萬元運 之後就一直跟人家 在我找到的時候找到了 然後講一個禮拜 服務就覺得很喜歡 好 因為這樣講幾次就算了 講一個禮拜 我找到了 你看 大自然的目的方式竟然這麼美 就這麼簡單就寫完了 你那個有個大按鈕 小按鈕 全部都用到 剩下就有場所 這是不是最簡單的目的 其他場所都是都很怪的 我們就放在這裡 好 這個G是6.17 151 非常小 G大概是最小的長數 不能說最小的 很小的長數 因為還有些長數很少 電子質量 9.1 133 138 4.133 好 所以萬元運力 一定率 公信就得到了 這樣的順序OK嗎 所以他是從向心力開始出發 向心力 然後推倒不到萬元運力 然後就跟虎克討論 一直付討論 忽克就說 他知道是阿guy expedition 啊 而他們又 interim Not at him 然後醉 就沒有答案 你風格 後來紐涓回去炒 Tir lerini 把牛頓 因为牛顿在19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投稿 神稿就是虎课 牛顿认为他写得非常好 王学生的论文 被退导 那虎课就是神稿子 就写你这个写得多烂 你要知道研究人员 一生的心血写着论文就几遍 就被人家说很烂 很生气 所以牛顿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后来有些牛顿发誓 就把牛顿拆下去 就把虎课拆下去 所以你很少看到虎课的事情 虎课做任何事情都 你都没有什么听到 一直有听到虎课定理 是不是 还有在生物上看到的sale 虎课 虎课 那些是狂鬼 你只看到这个嘛 其他大概都不见了 就对不扭曲 这故事告诉我们 你要随便得罪人 好不好 怎么会说 阿医生老师这个官有的是什么 拜托啊 你得罪人 人家是一辈子寄出能力 一辈子耶 如果那个人又发达了 如果他会当总统的话 他是一辈子寄出能力 这个是按照历史 按照history 好 那我现在写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是历史的版本 我物理干嘛按照历史 物理他是有自然界的定律在后面 我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就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写一套自然界的版本 自然界的版本是这样 这里有个万有引力 对不对 然后万有引力当向心力 所以今天这个技巧要学起来 向心力在那边 对不对 所以向心力 fc zma 好 用这个mb平方 近平方四大平方 mm 好 今天这招你要学起来 因为他会用到任何的技术 向心力的来源 在这边就是什么 万有引力 你是不是靠万有引力才能赚 假设没有万有引力是不是就跑掉了 所以万有引力提供你的来源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有第一个式子跟第二个式子 那试问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上面这东西带下来 所以你有什么 人类 好 跟这个人类 所以 所以你是不是就有这些式子 对不对 好 那有这些式子我可以问什么 那我是不是可以问A是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问B是 因为这是一个等式 对不对 我可以问 所以我就可以问一下A是多少 B是多少 然后 G是多少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问系列问题 好 首先A是多少 就是这个原料 对不对 A是R平方的G大I 可以吧 所以第一个我写出来 有没有 R平方的G大I 所以 就有一个学序考虑很愚蠢的问题 像是加速度 就是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加速度跟R的关系是什么 R的一字方正比 R的二字方正比 一字方反比 二字方反比 答案哪一个 R平方反比嘛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我提问你还敢做 你要讲台前交 还有50 不问题 就这么简单 你问我 诶 那你正确率不到50%啊 是 相当是那一百 就 说说那你教育大I 包括他说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 他不要帮你 写出来 那就是你对这个故事的影像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写出来 如果要写D呢 你看 1月亮影的 对不对 A1要一個,然後再開根話 所以你應該要可以先算寫 除了它就是 R分之G 大L 這就是衛星的軌道數據 我們人造,像最近不是有彗星在圖 如果能彗星到地球轉 軌道數據 跟彗星本身質量無關 跟繞的那顆有關 你覺得彗星是繞地球 它就是地球 分之GM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 所以我們人造彗星 或太空之彈它的速度多少 就是直接帶著 它如果是繞地球 就在地球 回到半天 好,那現在要算週期 那這個週期稍稍比較複雜 我稍微解釋一下 T平方引過來 再示範一方 那這MM憋掉 R8拿過來 3、4方 那這個G加M 拿過來 M憋掉 所以T平方引過來 所以你P 該做冒一下 進就出來 還有 你看這裡 R3這方 出於電子 所以R3這方 R3這方 出於電子 HEM 這個 是它比較 請問你 這是K K 這就是K K的講的K嗎 所以它等於電子 本來就是必然 好不好 人類發現是偶然 可是它是物理上的必然 因為它就是這樣 它萬一有力就是這樣 對起來當然不這樣 可是歷史不會這樣吧 歷史一定是從一些線 慢慢慢慢慢慢 把這個 外移 這個 很顯 很顯 好 所以我們終極就是 DNA 200號 R3 這邊 這邊 好 這樣OK嗎 T跟R的位置是 等價 因為Taking棒 R3 好 所以我這個 推導出來 各位我這樣還不滿足喔 因為一個東西在跑 我一定要 有它的動能 為能 對不對 動能為能 這些我都不需要有 那我才能算喔 那它的動能 動能就是 動能就是 二字的 每個地方 我們一貼哪些 動能 動能就是 二分之NB平方 那 二分之NB平方 你看這個 是不是長得很像 所以你NB平方 基本上 你R約掉一個 基本上 就是R 和G OK OK 就是NB平方 我約掉一個 所以 二分之NB平方 所以二分之NB平方 2R 很準 G 那一個星球的重力位呢 一個星球的重力位呢 這個可能要寫黑板 所以 我可能 看看有沒有時間喔 我先講一下 如果你要算這個 它的距離 它這一點的位能 它的重力位呢 其實是要積分去算 積分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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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這一點來講 我有全部的能量 你會有動能 你會有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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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能就是 二R分之NB平方 位能就是 負R分之NB平方 所以總的呢 就是負R分之NB平方 就是負R分之NB平方 這樣可以嗎 所以等於 這一套系統在跑的 所有的能量都知道 所以 你看這個推導非常完整喔 所以從歷史的 從公式的 都非常清楚 科普勒三大星 平均定律的 第三個定律 R三之方 所以 K平方 R三之方 所以 D平方 是定律 基本上就是 數據而來 那 牛頓分去那個 才能寫出外影響力 可是如果我們按照 真實的觀點 相信另外影響力 這個本來就是必然 對不對 這個本來就是必然 對不對 這個本來就是必然 重新整理出來 好 不過這些人 都很了不起 比如說哈雷 發現哈雷 會心 人家跑到 南半球的一個小島 上去住了幾年 完成到 博士協會 你想不敢在哈雷 住到一個荒涼小島 就是觀測那個 觀測那個星球水道 你想不敢在 你想不敢在 所以名隨親子 哈雷為什麼會 哈雷會心 發現什麼 因為後來會心 中期是幾年 20幾年 對不對 63 76 哈雷會心的中期是 7幾年 是76 這個 這件事情是 差不多是 人的一輩子 所以他們有 一個流傳 古老流傳 好像有會心 就是70幾年 會跑來一次 他們就怪物 在那個 那個位置 所以他們才開始 做作用就好 所以舉凡任何的謠言 久了 就會變真 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 他一定是有道理 一定是有看過 猜過 想過 只不過要把它證實出來 好 等一下 我要求各位做幾件事情 各位的手機 不要浪費了 你就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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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把它拍起來 解析度高一點 存在你的手心裡面 然後等一下 氣算子 前面有自己拿一些 氣算子 再推倒一下 好 推倒一下 那這個你推倒了熟悉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一套方法 我剛剛是在算萬元引力 我一定要算萬元引力嗎 我可不可以算摩擦力 我可不可以算電子力 我可不可以算庫能力 當庫能力帶進去的時候 正經公式就可以把氣面子光譜剪出來 所以波爾 氣面子光譜用到數學就是高雙數學 高雙如 這樣就諾貝爾這樣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後來發現還是有問題 後來才要宣英格 才把量子力學全部解決 好 那我們稍微BREAK一下 大家先把肌肉來拍一拍 錄影已經翻掉了 董神錄影已經翻掉了 好 大家到前面拍一拍 剛剛有沒有什麼 裝不掉 那個 非常好病 要裝那麼久 要裝不掉 哇 要裝不掉 最高可以放大也是 要裝不掉 剛剛已經掛了 然後你的手機 他剛剛也變放大 然後 這個 輸出廣告 啊